南兰惨败无碍 广东补强 铭记报 诸方语火速拿下 美国南兰现役巨星 急速持援 辅佐周期 击溃浏览 目前中国南兰国家队 已经是结束了他们的亚裕赛征程 全队就地解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和时间安排 有些人可能会直接回国 开启第三阶段备战 但有些人也会留在原地 可能还是需要放松 毕竟输日本 实在是让人想不到 太耻辱了 但是与此同时 国家队的比赛结束了 又要回归联赛了 CBA联赛第三阶段要开打 广东队并没有放弃 争贯的一个希望 之前朱芳宇在直播当中 就已经暗示了 他和广东队 是即将签下一位 在美国南兰国家队效力的 现役运动员 此人现在也是正在征战 一个美洲的预选赛 结果随后有网友 进行了一系列的 猛疤伸疤和挖掘之后 抓到了各种蛛丝马迹 发现很可能 此人就是乔丹贝尔 而就在 CBA名记导演我唐拿 正式确定 广东南兰已经签下了 前任的NBA总冠军巨星 也是现任的 美国南兰国家队成员 乔丹贝尔 乔丹贝尔 即将在结束了 本次的征战之后 直接飞往中国过来 和广东队会合参加第三阶段的比赛 乔丹贝尔在CBA也打过 之前在广州队单场 曾经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 打辽胆有过15分 19个篮板 他整个赛季的场均10.8分 9个篮板表现是非常的精彩 现在广东队终于有惊天强远了 虽然说南俩这边惨败 但是广东方面还是做好了 要在本赛季去争夺冠军的准备 而签下乔丹贝尔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没有停止 武强的步伐 这个铭记现在一爆料 消息基本上就稳了 乔丹贝尔以前在总冠军球队 勇士队效力过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他的纪律性 而且曾经单场看下过 5x5的完美数据 篮板球盖冒传球篮板 篮板球盖冒传球 包括抢断 都是非常非常精通的 这个球员正好是符合广东的要求 一方面有活力 另外一方面纪律性高 在顶尖强队打过球 另外有NBA的履历 更主要的是 现在他就在美国南来国家队征战 是美国南来县议成员 只有29岁是巅峰年纪 也不老 正好对于封县老化 内线缺少周期替补的 这支球队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和贡献 他一来基本上广东队 拥有了最强的三万元体系 过来顶上马上的空缺 广东队将会瞬间 再次成为联盟第一强队 战胜老对手辽兰 也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